林口立林国小校园内三座游戏场邮据老旧破损都呈现修补的状态 安全检查不合格 因此校方就封闭了游戏场好长的一段时间 于是就由家长特别向蔡淑君议员来陈情 为此议员特别向教育局争取了经费近400万元 全新更新的校园两座游戏场 林口立林国小先前校园内三座游戏场邮据老旧破损 都呈现了修补状态 安全检查不合格 封闭游戏场好长一段时间 于是有家长特别向蔡淑君议员陈情 为此议员特向教育局争取经费近400万 全面更新校园内两座游戏场 来帮我们争取游戏器材的经费 所以阿姨主动发文请教育局的人来会看 帮我们争取游戏器材更新 不是修两座全部都换新的 我们要知道特别感谢我们淑君阿姨 真的让我感受到淑君阿姨是 除了爸爸妈妈最关心我们林口的孩子们 就是淑君阿姨的 最爱小朋友的淑君阿姨 特别来参加邮剧启用典礼仪式 不忘叮嚀小朋友 使用邮剧玩游戏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玩的时候一定要干嘛 注意安全 对注意安全 那尤其是后面的大哥哥大姐姐 一定要先当小朋友 那两座的游乐设施呢 上面都有一个指示的方式 几岁的小朋友可以玩什么 各位小朋友一定要注意 丽临国小的小朋友 在淑君阿姨的努力下 拥有了两座全新游戏场 现在下课不仅能玩得开心 也能玩得安全 校园生活更加多彩多姿 以上新闻记者林正洁 林口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